因為我來這邊看到很多比較奇怪的亂象吧 這邊的青龍他因為為了種稻米 那好像有稻米的品種 像他有拿了什麼 香港 廣東獅喔 有什麼元朗 然後又有台灣的高雄139 日本的月光米 又有什麼 台梗9號 2號 還有什麼 昨天還看到一個什麼 泰國香 泰國的黑米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先講種黑米好了 你只要那塊地第一次種黑米 你以後所有的地 因為我們在採收的時候 種子會掉到 還會掉到泥土裡面 你下一次種的稻米 那個黑米會混雜 會跟原來的 跟你下一次種的白色的那種 要免成糙米或白米的那種 古種會去做雜交 所以你只要種黑米一次 至少要三期到四期 大概兩年的時間 他才有辦法全部代謝完 所以不要輕易去種黑米 因為香港這邊很特別 他們種的品種都亂種一通 所以我覺得說 你如果種一個品種 你就選擇一個品種 或兩個品種就好了 不要種了又種其他的 所以你們的米最後會雜交 就是會去混交 那如果說米去做混交的話 那你的品質就會不好 所以我剛剛講 剛才有提到說 應該是以集約精緻的方式 那第一 你品種都已經雜交了 米去吃到了 你當然會覺得口感不好 那你如果說 要請市民去花錢 掏出來買這種米 他會覺得說 那算了我不跟你買了 所以就是品種上就會有差別 另外 不是說拿到什麼種子 就去栽種它 我們的米的話 大概一年一期 一期到兩期 它就會變種 所以你要重新回到原來的地方 再去拿新的古種過來 不是說這個古種一直種 然後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用到最後你的米的品質 跟它的一些口感 全部都會變掉 這些都是需要去精進的 雖然你會種 那這些都是細節 所以都是要透過大家一直交流交流 你才會去了解 那我以前也不懂這些 也是慢慢去問一些 之前種過的前輩們 他們才跟我講這些 大家一定要記得 種黑米的話 或者是黑糙米 黑黑米 就我們覺得泰國的黑米 這個那塊地 以後它就會全部變成黑米的農田 要記得 不能亂種